分享开心分享快乐大家好我是重重 那今天呢重重给大家带来一盘精彩的国战 主持组玩家呢叫做云月轩小丽 他是百度专区的一个玩家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啊 就是大家投稿重重的这个身份局和国战呢 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你一定要重命名录像文件 千万不要是什么2014XXXXX那种的 你一定要重命名国战 先要标明这是国战 然后标明主持组是哪两个哪两个武将 然后标明一下你的亮点 当然如果呢就是你能在邮件当中详细的说一下 包括你当时玩的时候某些思路说一下是比较好的 那这个玩家呢他给我投稿的时候 他会把他的思路点出来 他会说我觉得我这个冰夏家也好 还是我挂闪电也好 这是一个亮点 我铁锁谁是谁是谁 这个奠定了我胜利的基础 那这样的话 其实可以说是他自己来解释他自己的这盘录像 他把他的这个意思通过重重来转告给 所有的这个看到这个视频和这盘录像的一个玩家 这是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互动 我也希望大家在投稿的时候能详细说一下 那当然军八生的剧也是一样的啊 这个不要就是一个录像就发过来 那样的我都是不看的 就算我下载下来的话 我都找不到那个文件在哪里 那么你一定要重命名啊 主持角是比如说你是孙权局的一个中会内 那你就可以标孙权主攻局中会内主持角 然后等等等等反贼是谁是谁是谁 你是怎么赢的 你都可以详细的去说因为录像的文件可以命名非常非常的长 如果你愿意花上30秒的时间来重用你的录像的话 我也会更愿意去打开看这盘录像 并且呢会把它分享给广大的网友和众多粉丝朋友们 好另外呢 重重周三周六周日 在这个斗鱼TV游戏直播间进行这个直播 无论是三国杀还是炉石都是比较容易简单上手的一个游戏 欢迎大家呢来为观重重我们一起弹幕互动 好那感谢这个玩家提供的这盘录像 我们来看一下这盘精彩的国战 可以说是非常火爆的一盘国战啊 这盘国战急需火爆 咱们来看吧 这里边呢 他选择了群雄 可能也是因为觉得五国的太嘲讽 或者是说这个吕布加甲许的四血的组合 可以啪一啪 并且呢 这个晚杀的概率更高 对吧 因为对方很难出得起两张闪 好这里边呢 这个他是直接选择首量了 也是因为甲许的这个首量 所以呢 让这场比赛变得格外的火爆 好我们看一下 这个闪电挂上的话呢 因为考虑到这个是一个黑闪电啊 再一个就是说 闪电是被群雄的张角和司马懿所控的 所以呢 司马懿劈不了我们 那群雄张角更不会 就是闪电是劈不到我们的啊 挂上玩一玩嘛 这样的话大家都跟着亮了啊 那这个这个马藤也亮了 他这里呢 这个直接发动了 自己的大招 给他夹虚补了一个牌 其实这个时候我是觉得啊 既然真鸡连一张纱都没有 对吧 真鸡最不缺什么 真鸡女王最不缺的就是黑纱 那他手里边剩的一定是桃 或者是九 他推管了 表示意思没有无限 那这样这个双雄和马腾 一下就被夹要三血 罗奔的一个状态啊 守国的也亮了 这个很像一轮亮的 这么一个房间 这个收真鸡是不明智的啊 这边假许是加一马 如果待会开大的话 可能真鸡也就飞了 大家就过来抢这个人头 国家往往就是这样 谁的血线被压低 大家就会狂打那个人啊 巴不得把他人头收了 尤其是如果你能收到真鸡的话 你可以拿到三张奖励牌 因为有三个卫国的 其实我觉得八号跟一号 是可以亮将了啦 你这时候趴着意义也不是很大 赶紧亮 然后给假许一个大概的意思 该不该开大 怎么怎么样 并且呢也可以获得一下技能啊 给你的队友一点辅助的帮助 那这样马超亮了 他选择去杀了这个暗将 八号的暗将 好我们看一下啊 贾许这里边开始 我觉得他打得很奔放 看一看有九枚 两张闪 一般人还是很难闪出来的 贾许里布的组合挺不错的 你说这个勒布斯锁 是可以考虑忙乐一下的 然后这也是纯属卖萌啊 还去看人家的牌 反正你有完杀 你有完杀 人家根本就救不了的啊 还知己知笔记模样 是纯属卖萌的啊 一起看这个手牌 不如去看看那两个暗将 看一看兔兔玩曹操 你要不要再打一号 还是打八号啊 继续啊 好这里边这个 这里边就是这个AOE 我是觉得不应该开的啊 好这边跳了 跳了一个这个下吼 但是就是说 我是觉得这个贾许 是不应该开AOE的 他最后是把这样AOE开出去了 开出去你就浪费一个桃子 去救马腾 因为你将来还要面对 打马超旁统的问题 旁统这里边就是六血啊 这样AOE开出去 你说我觉得这个下吼 可能会有啥 甚至说下吼都可能 会有个九什么的啊 你这样浪费一个桃子 救马腾 不是很合适的 而且这边八号 一旦也是群雄的话 你不是把自己的队友 给坑了吗 八号肯定不是魏国的啊 那我们看一看吧 看一看他能怎么样 这样我们没有桃 看八号是不是群雄能否救了 八号也可能是吼国 这样旁统救了 这个不太懂啊 就让他收呗 这有什么关系啊 让他收呗 这没有必要救群雄吧 看来这个 云云学小丽这个玩家 应该是一个人气比较高的 这个假妹子 或者是萌妹子啊 场上的人就是合伙帮他 是不是 寻遇这里边自杀了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好他自己收 自己收马腾 等会咱们来看一看 八号位置应该亮了 看见他亮了是什么 没有出头救 那不是群雄吧 是吴国的 就是 怎么说啊 就我是觉得啊 这个八号吴国的趴一趴 也还好吧 但是这个夏侯应该是亮的 因为你的魏国的 都已经亮出来了 他的回合就应该亮将 亮将对方也知道 怎么配合一下 好的 好然后夏侯就不过了 就决定 决定早死早超生 再找个房间重新录 我们来看一下 这种三个人对峙吧 现在其实 其实我觉得只要马超不断杀 马超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他选择去把吴国的孙权收掉 怎么说呢 这么有信心啊 因为他有青纲 所以他觉得不断杀 就能挑过吕布 我是他的话 就是 就是说我是假许 我可能会换人王啊 我可能会换人王 杀一刀 然后火攻虚报在手里 拿一个火攻 一个闪过 换个人王 因为这边怎么说呢 拆了青纲剑 有一天把青纲剑拆了 你就不用拼八卦了啊 这个对方的铁技嘛 是不是 有人王 对方有红杀 概率不是那么多 考虑到后期的单挑问题 因为他有涅槃的 所以感觉 这个人王比青纲更靠谱 或者说你把他杀了涅槃以后 青纲剑就没有了 是我 我会换人王的 因为你抢他 那一血液不是很大 他会涅槃的 那咱们现在这种单挑 拼什么呢 二倍速给大家放单挑了 单挑其实看的是手气啊 那就看马超 到底铁技能成功多少次 只要是红 铁技几次 吕布这边也就飞了啊 好 怎么说呢 一是因为 我觉得是因为假许的这个量降 导致呢 这个本局比赛 大家全都欢欢亮了 其实这样也不错 因为在国战的频道 有那种就叫一轮量 谁谁一轮量 欢乐一轮量 这样的一个打法吧 也是很欢乐的啊 趴着是一种打法 猥琐是一种打法 一轮量也是可以选择的 对吧 早结束嘛 咱别默默记 五十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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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能打五盘呢 咱们就打一盘 你说是不是赔啊 对不对 还能多赚点经验等等 各有各的打法吧 那最后在这个 PNRP的过程当中呢 那既然是一个 夹许主持角的 大家都能猜到结局啊 马超的这个 运气不是很好 PNRP的时候呢 就被铁布拿下了 单挑啊 真是没啥可看的啊 比较蛋疼 因为大白板单挑 也就这样了 这个帷幕bug技能啊 在这个国战当中 独菜跟贾雪 趴在那里 事件怎么说呢 事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啊 有的时候你以为 哎呀 我把双了拿人头了 我让人家咔嚓给亮了独菜 断肠你了 这个马上到手的胜利就飞了 因为你有一个武将变白板了 好 那我们现在来了 单挑神技藤甲之后呢 庞统就蛋疼了 其实就跟人王一样 对吧 藤甲 好 庞统就开始各种 各种重塑找 那个属性杀啊 找不到 我觉得打假许黄颜鹰 也许能差不多一些 因为有过牌嘛 好 这里边咱们挂闪电了 黑闪电一来 那早晚是P字马超的节奏 就赢了 打假许的话 黄颜鹰的那些乱七八糟的 虽然你对他用不了 但是你用了这些黑锦囊 可以过一张牌 我们上一期给大家做的 就是一个黄颜鹰单挑假许的时候 他各种黑锦囊拍过去 这个虽然是无法 就是可以过个牌吧 就是 好了 那这个这期的这个国战的录像呢 就给大家放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 这个关于投稿的要求 我也跟大家说了 那大家最好可以选一些 身份局呢 选一些这个知能厂 这个不杀手续卡 不用换件卡 然后呢 场上的这个平均级别 一定要在一百级以上的 这样的场次的来发给我 然后国战的话呢 也是希望能在一百级以上 就是说 不要有人逃跑啊 或者是等等的 那如果你的队友逃跑了 你一个人啊 这个独挑大量 然后EVN 你胜利的话 我当然愿意给大家分享了 如果你的对手逃跑送赢的话 这样呢 咱们就偷偷笑着收藏了就好了 好了 那欢迎大家投稿 重重的解说视频 这个 希望下一个上镜子就是你哦 那好 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那咱们周三直播见 大家再见